大家好,我是李元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元徽禅修 这一期元徽禅修,我们大家主要交流一下 学佛修道,如何睡眠 学习佛陀尽量要减少睡眠,精力充沛 某位师兄交流说,有机会讲一下睡眠的方法 修行人该如何睡眠,如何休息,有没有子午觉的说法 睡不着了要怎么办,如何控制睡眠等种种的问题 睡眠毕竟是无盖之一,也是一个大问题 希望师兄能够详细交流一下 元徽认为这个标准是我们要尽量少睡,保证我们的精力充沛 学佛修道,修行人的睡眠问题,其实就一句话就能说明白 就是要尽量少睡,精力充沛 我们平时减少睡眠的时间,但是前提是要保证我们的精力充沛 睡眠的根本目的就是保养我们这个色身 说白了就是休息嘛 如果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你这个所谓的睡眠就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睡眠也没有达到它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精力受到影响,就应该去寻找问题 是不是睡得过于少,是不是睡眠质量不高 是不是营养出现了问题,然后再逐步的去解决 尽量少睡的前提是精力充沛 这个非常严重,所以要多次强调 元徽看了很多人都是忽略了正确的客观规律 觉得学佛修道就了不起了,就可以乱来了 结果刻意的减少睡眠时间,导致出现身体种种的不适应 他们自己不知道哪出了毛病,越修行越实践 但是身体却越难受,得不到修行的利益 其实归根结底是一个睡眠的问题 人的一生中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吃饭的问题,一个是睡眠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贯穿我们修行的实践的始终 如果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好了 修行也就自然而然的少了很多 障碍,减少睡眠,精力充沛 这是一个标准,我们要充分的把握住 这个标准非常的简单,一句话来就能说明白 但是实践细节当中会出现种种的问题 可是非常难处理的 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具体的解决 有一个大方向把握住了,就不太容易出现问题 下面我们来详细的研究一下如何把握这个睡眠的大方向 八个字,回归平常,正常睡眠 首先原回要提几个问题 普通人,正常人是如何休息的? 人家正常睡眠,正常休息 还能够有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学习和生活 为什么到了我们修行人这里,就连一个睡眠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了呢? 这是我们修行人普遍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我认为学佛了,修到了就了不起了 就应该搞一点特殊 就应该和普通人一样 就应该刻意的去点上睡眠的时间 就应该去做不倒单 殊不知这样是拔苗助长 殊不知佛陀还是要睡眠的 殊不知修行的根本目的在于回归生活 回归人生本身 我们修行人这样忽搞乱搞 其实就是拔苗助长 回归平凡,回归正常才是修行的王道 才是修行的捷径 这个大方向就是要正常睡眠 回归平常 如何正常呢? 就是像普通人一样去睡眠去休息 刚开始不要怕浪费时间 刚开始我们不要怕浪费时间 就让自己睡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不够就睡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不够就睡一天,睡两天 这不是浪费时间 如果刻意的去减少睡眠 导致自己精力不充沛 休息没有休息好 工作没有工作好 学习没有学习好 生活没有生活好 科研没有科研好 修行没有修行好 最后自己连身体还搞垮了 这种刻意的减少睡眠时间 并没有达到休息睡眠的真正目的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浪费时间 这个基本逻辑大家一定要搞得清楚 要知道南怀尼老师闭关的时候 首先就是让自己睡饱 睡觉的时候大脑并没有真正的休息 它是在那里分块的处理问题 处理记忆 充分的睡眠休息 才能保证我们日常工作 学习生活科研 乃至于修行的精力和质量 我们要把这个逻辑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能在这种 硬性基础的逻辑问题上犯错误 如果犯错误就太低级了 其次我们要注意收射欲望和饮食 做好了上面的一步 不要怕浪费时间 充分的睡眠 让自己充分的休息好 接下来我们就该收受自己的欲望了 在保证营养和睡眠的情况下 这个精力会自然的旺盛 这个欲望可能会增加 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减少饮食 再加上我们修行的方法 比如说念佛吃咒 觉察呼吸 偶尔打个座 这个时候精力充满了睡眠 它会自然的减少 不用你去刻意的减少 这个是重点 再强调一下 不用刻意的去减少睡眠的时间 而是要把自己的精力充满了 睡眠自然会减少 这个才是正常的 正常的修行人的方法 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倒单 大部分人 大部分普通人所谓的不倒单 就是强制性的打坐 知道的人可能觉得你非常精进 会夸你 虽然这种精进是做的无用功 不知道的人还是 还觉得你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搞什么 折磨自己呢 要知道 那种训练动物 牢鹰 去训练动物 才用这种方法 不让他去睡 然后去驯服他 真正的不倒单 是精力充沛 是睡眠自然的减少 再用减少的睡眠时间 去打坐运功 现在的 基本所有人都搞错了 道家里面讲的 神满而不思睡 就是这个道理 睡眠睡饱了 精力充沛了 再注意饮食 注意欲望管理 自然而然的 睡眠就减少了 不需要做什么功夫 再加上我们的修行法门 偶尔打个坐 精力会更加的充沛 睡眠时间的会更加的减少 这样一步一步的下去 那么什么时候能达到 神满而不思睡的境界呢 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的功夫了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能够完成上面的状态 已经非常好了 就能够为工作 学习 修行 科研 生活省出大量的时间 如果还想进一步 那么就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是有一个重点 佛陀还是要修去睡眠的 我们能比佛陀做的好吗 显然不能 所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们也是需要睡眠的 真正去断除睡眠 可能要修头脱型的人才去做 一般我们不修那个 也没有那个的必要 下面我们主要来参考一下 佛陀的睡眠习惯 佛陀是中夜入睡的 古印度时候的中夜就是 这个是印度的时间观念 大概相当于我们 现在时间的时间 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 佛陀是在凌晨十点到晚 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 这大概四个小时的时间内休息的 他采用的是吉祥窝 躺下的姿势 这里所谓的躺下就是我们 外人觉得佛陀在睡觉 其实佛陀都是在产定当中 这个境界是很高了 普通人很难达到 这里不再展开 我们能所知道的确定的是 佛陀在这四个小时之内 是躺着来休息身体的 这个采用的姿势是吉祥窝 接下来我们再参考其他祖师 另外比较近的祖师大德 像薛老合掌 像南怀晋老师 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共性 就是饮食非常少 睡眠也非常少 但是他的精力呢 非常之充沛 即使睡眠很大 也比我们普通人的精力要好得多 即使年龄很大 也比我们普通人的精力 年轻人要好得多 南怀晋老师的睡眠非常少 但是他忙起来可以几天不睡觉 并且精力不受影响 但是平时在大学堂的生活 他一般是的 天亮了才有时间去小睡一会儿 这里的睡觉也仅仅是吉祥窝 躺着休息而已 可见到了这个境界 睡眠时间可以是不固定的 可以更加自由一点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安排 但是佛陀那个中夜入睡的习惯标准 应该是对我们身体恢复是非常好的 我们应该尽量向那个标准去靠拢 等以后修行有错 成就了可以像南怀晋老师那样 自由的控制睡眠时间 这个就是后话了 这里篇幅有限 先说这么多 只是把基本的理论大方向和大家讨论一下 根本来说还是有很多细节性的问题的 比如说睡前要做什么 睡醒要做什么 碰到了我们再详细去解决吧 大家加油 一张内容是有相关文本资料的 大家可以搜索视频的标题 圆回禅修去查阅文本资料 文本资料可能会更加精确一点 上级到某些关键词 审核避免审核不通过 某些东西圆回这里就没有提 文本资料可能会精确点 大家配合视频来看 另外大家觉得有需要交接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尽量不要发私信 如果私信精力有限 实在处理不完 大家觉得有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转发推荐 让有限的内容发挥无限的力量 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这期的圆回成就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圆回 我们下期再见